何超儀忙緊籌備9月中舉行的演唱會 最近亦在自己網上節目分享生活趣事 這日就找來有份擔任演唱會嘉賓的林二汶聊天 二汶說超儀有一種很有趣的技能 要靠食物才能發揮到 原來就是賭王千金自小學習的餐桌禮儀 說到吃中菜 筷子是不能劃決的餐具 超儀當年就是在一家人看電視的時間修煉 在黃金時間看電視的時間 我媽媽就會拿出一盤玻璃子 玻璃的玻璃子 真的是一大盤沙律嗎? 什麼沙律? 紅A小盤 麻煩你把它夾到旁邊的盤 然後再夾到旁邊的盤 你為之可以去睡覺 那你的筷子是甚麼正常筷子? 不是,銀筷子很幼 而且還有一條鍊子 把名字挑了 銀筷子很痛 銀筷子 因為它的幼 有些是圓的,我的是四方 所以要這樣夾起來是痛的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先練習這樣夾起來 沒錯 你第一盤玻璃子 你記得夾了多久嗎? 夾了一個多小時 這部劇已經完成了 完成了 那你用了多久 是夾得飛猛盟的夾到嗎? 歷時了 都應該不斷練 對 應該練了幾個月後 對大家歸實來說 餐桌禮儀真的不簡單 好像整家人坐在大桌吃飯 若果見到遠離有碟菜 很適合自己胃口 被迫要飛漲過河夾菜 又有甚麼要注意呢? 移開它 對 你看看自己坐在這裡是否可以 有沒有這樣的信心搾過來 如果搾不到 是,就拖它過來 不能拖 拖會被人罵 好,不要動那些飯菜 不要動 你要搾它 你搾到多少就夾多少 如果你搾不到 好,你可以抱歉 站起來 拿穩這個碟 甚至乎把它放上去 嗯 做到我現在夾一條菜出來看 做到 夾著這條菜可以是 即是可以逐條菜這樣夾 現在捏得它很緊 其實這個手指的功力很厲害 把它這樣夾了 好,放好這碟 放下這碟菜 慢慢 坐下 我看到整體的動作 你是放慢給大家看 還是事情要這麼慢呢? 其實是要這麼慢 要不然我就 一移開這個就 然後再放進去 然後再放進去 所以 所以所有的東西 就是飯桌大忌 中式西式都是一樣 正所謂長輩未叫起快 後輩又怎麼敢吃 不過有時候真的很餓 又有沒有方法 可以快點開飯呢? 不如讓仔仔多多的超儀 傳授一下方法給大家 要等長輩起快 OK 或者你很餓 就說這麼多位吃飯 OK 這麼多位吃飯 很天真地夾 但是我做小的 我說了這麼多位吃飯 如果大那個 他不起快的話 夾給他 然後自己吃 現在… 好奇 又是婆婆 你是婆婆 我說初歸媳婦 落地下耳 那就坐下 那我是否應該先夾給你 如果你是懂得做的 但是難題就來了 夾給你很容易 我夾哪些東西給你呢 先夾前菜 例如雲耳 或者是海捷 但是呢 其實做媳婦 你要擔心 你的老公 你的老公 就會想很孝耳地 夾給老母 接著呢 那你倆是否在外面搶劫 我夾 那怎麼辦呢 對 那又要給老公 做飾演的乖 還有看看他 就不就手 不就手 就叫他米餃 如果我… 讓我來 是的 這麼快